字幕 字幕 李博 字幕 李博 大家好,又來到《Y If You 》的時間 今天的星期我要說的這本書就是Sick With It 作者是Saann Yang 他是美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這本書里,Saann就會介紹了七個弱 可以令你達成一個耐久的行為 令你沒有那麼容易半途而廢 我選擇本書就是因為我每年的年頭都會設定目標給自己 例如我要早點睡、喝少許咖啡、做些運動、健康一點 我想做自己的項目 但很多時候都會發現不用練中 三個月後會發現自己是半途而廢 虎頭蛇尾 做不長 所以我很想看看這本書有什麼葫蘆買什麼藥 我到底可以在裡面得到什麼提示呢 這本書裡面介紹了七個FORCE 我很簡單地說這七個FORCE 之後我會介紹兩個我覺得 我自己本人覺得對我本人有效的FORCE 第一個FORCE就叫STEP LEADER STEP LEADER就是 簡單地說就是把你的目標變成 BREAK DOWN了一些BABY STEP LEADER 第二個FORCE就是 COMMUNITY 例如你加入一些EXERCISE GROUP 一些閱讀的READING CLUB 或者加入一些MET UP 去令到自己更容易STICK WITH YOUR BEHAVIOR 第三個就是 IMPORTANT 這件事就是關乎到 IDENTIFY 究竟哪些東西才能真正MOTIVATE 去做這件事 第四個FORCE就是 EASY 這個EASY其實跟STEP LEADER 是相關的 STEP LEADER 或者他們說到究竟要設定一些BABY STEP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 不懂得定一些BABY STEP 我們定了一些 一開始的行動給自己 原來的行動 我們要不就高估了自己行力 要不就低估了要達成那些BABY STEP 需要的 effort和時間 所以在這個Chapter EASY裡面 他就給了一些例子 究竟怎樣的行動 才是真正容易去實行的 第五個FORCE就是 NEURAL HEX 這個NEURAL HEX裡面 就是教你怎樣可以 騙你的腦袋 令到你的腦袋相信自己 已經成為了 已經達到的改變 從而令到你的改變 能夠長久一點 第六個FORCE就是CATSPLATING 即是說 有什麼reward 可以令到你繼續做 第七個 就是最後一個FORCE 就是ENGRAIN ENGRAIN 其實就是說 你怎樣去 設定一個ROTINE 令到自己不斷重複地重複 去做 再把它成為一種習慣 那樣 在EASY那裡 我就以一個例子 去做說明了 例子就是 我想很多人都會有 相同的經驗 就是做運動 我想做一個健康一點的人 我想做多些運動 這樣 可以每天運動 但我這樣 怎樣開始呢 究竟怎樣開始才是 叫做容易 有什麼行動 叫做不容易呢 所以 Behaviour 例如 getting yourself to exercise 容易呢 就是 signing up for a gym across the street from your home or work 這樣就叫容易 因為你很容易去到 你不需要 特意坐車去 那樣的 Not easy 就是 Your gym requires a 15-minute commute 這就是一本書給的例子 他就說 如果 你 例如 你給了一部 gym membership 那個 gym 就在15分鐘 由你家 或者你公司走15分鐘 或者坐車15分鐘 才去到的話 這件事 就是要take effort 而這15分鐘 很多時候 就會成為 你不想 做運動 或者 不去做gym的藉口 但是 相反 如果 你是可以 不需要 travel15分鐘 做運動的話 這件事是否容易做很多 對 我給我自己的例子 給你們聽一下 那就是 我怎樣去做呢 首先 我知道自己 就不想 坐車去做運動 對 那我就 越容易做 為什麼呢 我當然想到 去家裡做就行 對吧 有時不需要特地 下街做 所以我就在電腦上 在YouTube上 搜尋 有什麼 exercise at home 我搜尋了一些 10分鐘 5分鐘 或者20分鐘 全身體 exercise 這樣 那我呢 我的做法就是 每天的早上 就 開了 這些YouTube 放在電視上播 然後我就跟著他做 那我也都明白呢 這件事 如果相比我以前 我會怎樣做呢 我以前就跟自己說 我呢 每天 就要做一個小時的運動 那可能我一個小時裡面 究竟擺在那個日程的 哪個時間呢 就擺在下班之後 因為呢 上班之前呢 可能時間不夠多 做不到一個小時 所以就擺在下班之後 但我發現呢 這件事原來很困難的 一個小時 我通常下班回來之後呢 其實我已經很累了 是不想下街去做一個小時的運動 所以呢 我想令自己更加容易做到呢 就是 我轉了擺在早上 而每段運動的時間 長度呢 都 不多過三十分鐘 那我就 以這個baby step 作為一個開始 那中間有時候就會夾雜了 可能每個星期 就會有一兩天 是做多個 就是做一個小時 比較高強度的運動 那我就 看回我用了這個方法之後呢 我每個星期裡面 是比以前 做多了運動的 雖然我不能夠說 我每天都做運動 但我的而且 是比以前 多了做運動的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tips呢 是有效的 如果大家 你們都有相同的問題的話呢 我都可以 share 我看的運動片給大家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在下面留言 那我就會 share 連結給你了 好 那第二個 tips呢 我覺得很好呢 就是neuro hacks 我們很多時候 以前的傳統想法就是想 我想改變一個 我想有一個新的轉變 就是先 change 就是轉變你的mindset 之後呢 the actions will follow 這樣 但是呢 neuro hacks裡面呢 那個想法 那個概念呢 是剛剛相反的 對啦 確定就是 change actions and the mind will follow 那這裏呢 有一個真人的例子的 那就是 我 以前呢 比了是我呢 我是不敢在這個鏡頭面前說話的 我也是對這個舞台有一個恐懼症的樣子 很怕在別人面前上台說話 手又震了腳又震了 那 那 但是 我覺得 其實 我很想改變這件事 那我究竟怎樣做呢 那我在六年前呢 就 機緣打合之下呢 就在Tag Talk裡面呢 其實看到 看到 Tag Talk 那個title呢 就叫做 Fake it till you become it 是 那 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也可以上Tag Talk那裏 所以我查一下這個Tag Talk去看一下 是蠻好看的 真的蠻有用的 那我就看完那段影片之後呢 我在裡面學到些什麼呢 就是 發覺原來我們的腦袋呢 和我們身體的肌肉呢 嗯 即是我們肌肉的 記憶呢 是有很大的關聯的 我們經常在想 究竟我們的腦控制我們的肌肉 但我們想一下 究竟我們的動作會不會影響我們 影響到我們的腦的想法呢 原來是會的 那麼 在這段影片 或者在這本書裡面也有說過 我們原來可以用Body Movement 去握自己的腦袋 例如什麼呢 如果我是比較沒有自信的人 那麼 我們一些什麼動作 我們一些沒有自信 很自然會表現出沒有自信的 身體語言 例如一些什麼呢 喬手 插褲袋 又或者是比較 比較 坐在後面 縮在後面 這樣 這樣 肩膀比較縮起 這樣 這是一個沒有自信 和想自我保護的一些 身體語言來的 但是相反 如果我比較 把這四肢比較張開 對 例如我這樣坐 往後 即是很明顯 但我把身體重要的部分 是 暴露在空氣之中的話 這些動作 例如叉腰 都是一些比較有自信表現的身體語言 好了 那重點來了 原來呢 我們做多些 這些比較有自信的動作 你的腦袋也會告訴你自己 自己聽 我有自信 我現在覺得很舒服 對 我感到安全 我感到有自信 那你的表現呢 也會隨之 跟著這個思想呢 有一個正面的 feedback 對 那這件事呢 就是我五年前開始呢 就嘗試了 我發覺原來是合作的 那樣 我剛好在這本書上呢 有見到他講 neural hacks這件事 那 都覺得 嘩 原來 都有人跟我 有相同的經歷 也是work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呢 我真的很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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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跟大家分享 那除了身體語言之外呢 我們 講的 用字 我們的speech 或者是 我們的speech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思想 那就是什麼呢 這個 也引用了一個個人的例子 就是 如果我們要設定一些目標的時候 寫下一個目標 就是 可能 你們通常會怎樣寫呢 你會不會想 我想成為 我想成為 不是 我想每天做運動 成為一個更健康的人 那樣 我們用了一個字呢 就是 我想 I want I want I want to be healthier I want to do exercise every day 那樣 那樣 這個want呢 是 不是一件 factual 即是 不是一個現實的東西 不是一個現實的詞語 所以呢 你有決心去做到一個不真實的事呢 是難過 你的腦袋已經相信它是一件真實的事 是不是很 abstract呢 讓我再講一下 那我的例子就是 我 我 我 亦都和我 一個 我的 生命導師 去 講 講到這個話題 就是 我寫一些目標給自己的時候 就是 我想成為 一個健康的人 那樣 但他就跟我說 你不應該用我想 你應該要說 我是 即 I am 對 你應該說 I am a healthy person I do exercise everyday 對 用 I want 或者 I will 我會 變成 我是 即是一個現在式的話 我是 就是一種 你真實的事 是一種 真實的語言 我們呢 如果用多些 present tense 用多些現在式 真實的詞語 你的腦袋也會告訴自己 這件事是真的 這件事是現實來的 那原來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tracks 去騙到我們自己的腦袋 去相信自己已經 正在做這種轉變 自己已經成為了成功的例子 但是 這個 對 這個 Easy 和Neural Hex 都是我今天想和你們分享的兩種 覺得 挺有效的 的 好 那我講到最後 最後 今天 最後一個 chapter 我覺得是 挺好的 這本書的特色 我會覺得是 Putting it all together 它就教你怎樣 怎樣 去將這七個腦袋 有效地運用 對 混合在一起 一起用 就是 有這個表 教你 Identify 你想做的一些行為 行為 轉變 究竟是屬於哪一種行為 你那種行為 你想改變的那種行為 是 是否automatic burning 還是common 它就變成ABC Behaviour A automatic 就是 一些行為 原來你是不意識到自己做了 例子是什麼 有一些 呃 呃 就是例如 可能一些風 就是 就是 對電子 產品 有沉迷的一種人 那就是 是 不自覺地 每次 一有空閒的時間 你拿手機出來檢查 檢查一下 Facebook 查一下Ig 有幾個view 有幾個like 不意識到自己做這件事 就是做了都不知道 這樣 因為 這件事就是automatic 那它呢 就很好 它就說 究竟你怎麼可以 identify到你有這個behaviour呢 就是 當你嘗試去 形容你的behaviour的時候 你可能會用到以下的詞語 就是 unconsciously or automatically doing something is probably a automatic behaviour 好了 那有什麼叫burning behaviour呢 就是一些 你 一些困擾你的behaviour 對 可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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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呃 game addicts 這些呢 或者drug addicts 這些都是burning behaviour 來的 其實你意識到你做的事 你意識到你自己做的行為 但是你是不由自主 不能自控地去做那個行為的 那 例如 如果你當你describe這個behaviour 是用到以下的詞語呢 它就是一個burning behaviour 這些詞語就是 obsessed with urged compulsive or burning desire is probably a b behaviour 到最後啦 c behaviour呢 就是我們通常 很多人最想改變的一些behaviour 就是 呃 一些 可能一些大的計劃 我很想去實行 但是發覺自己都是 呃 半途而廢 那樣 當你用到以下的詞語呢 那個behaviour 很可能就是common behaviour啦 這詞語是motivated tired or bored 那就是 所以呢 他就教你 一開始呢 你就identify了你想改變的行為 是a b 還是c behaviour 跟著呢 再根據這些behaviour 呢 去看回哪些 七種forces 是最有效 嗯 改變到這些行為的 那這個圖裡 就很簡單 清楚地 summarize 了 哪些forces 在相對照的behaviour裡面 是 最有效的 就是這樣 那今天的閱讀生理呢 就去到 那一段落了 那下個星期看什麼書呢 嗯 先想一下 下個星期呢 我們會介紹 叫symphatic age 對 那 就是在說 不說了 下個星期再說吧 好 那如果大家是有興趣 繼續 看我的 呃 閱讀生理系列呢 你可以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啦 like這段片啦 又或者是 在下面留言 和我有交流的 好 那我們下個星期 呃 不是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